哈囉大家好 那我們在跟診的時候常常會碰到有一些 男孕啊或者是補孕 或者是已經準備要被孕的夫妻 會有詢問醫師說 除了可以藉由醫療的幫助來提升懷孕的機率之外 還有什麼方法是他們私底下也可以做 那也是有機會可以幫助懷孕的機率增加 或者是比較有可以讓自己的身體狀況比較好的 那我們今天就先從比較基本的懷孕啊 跟體重之間的關係來做討論 那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篇 就是來自美國的篇期刊 那有一個探討是美國的流行病學中心 針對7000多名已經懷孕的婦女 那分析這些婦女的體重 跟自然懷孕之間的關係 那後來結果就發現說 體重比較重的人 在第一胎然後自然懷孕的情況之下 比起體重比較輕的人 懷孕的機率減少了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那比較近期有一個來自西班牙的研究 那他們是研究三間醫療機構 那從2000年到2011年間 總共11年 他們收集了9500個捐贈的卵子 然後去看 植入到受症者體內之後的成功率 捐贈者當然是都是盡量是挑選在BNI正常 也是體重正常的狀況下 然後受症者有胖的也有瘦的 然後這樣子全部的去統計出來發現說 接受卵子的人體重比較胖的情況下 成功的機率是體重正常的人 大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而已 當然啦一個配害的行程也不完完全全是 女性單方面的問題 在台灣三菌種醫院 針對了7000多名的男性 做精液檢查的分析後發現 體重較高的男性 在精蟲不足的問題上 比體重正常的男性高出了三成左右 在外觀上面也是精蟲的外觀 異常的部分也比正常的男性高出了1.46倍 綜合以上幾點會建議要準備備孕的朋友 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 都可以在體重方面稍微做一點調整 那你要控制體重其實也不外乎就是 飲食啊或者是運動 然後生活型態的改變 來做看可不可以盡可能的 讓BNI可以在比較正常的範圍 如果是已經急著要懷孕的朋友 還是建議盡早尋求醫療的協助 提供一些藥物啊或者是醫療的行為 來讓軟就是軟的品質可以有比較好的排出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備孕資訊的話 可以追蹤我們的粉絲團 或者可以把影片分享給你正在備孕 準備懷孕的朋友 那今天就先講到這邊 大家再見囉 掰掰